一年200多位地方一把手被追责 都因为一个问题 昨天中纪委官网公布了这么一组数字 今年以来中纪委已经半截66件 耕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光是追责地方党委 政府或部门一把手 就足足204人 这么多地方一把手 都因为一个问题被追责 足以见得 我们对耕地保护看得有多重 长期以来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国家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确保18亿亩的耕地面积 这两年这条红线守得很牢 耕地总量持续下滑的趋势 也得到了初步遏制 再从今年这66起问题线索 我们也能看明白 在耕地保护这事上 还是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比如有地方为了经济增速 工业化城镇化占用了大量耕地 虽说有占卜平衡的规定 占了耕地补回来就行 但在实际操作里 往往会玩虚的 占好捕坏 占尽补远 占多捕少的情况 它都有出现 还有地方 搞所谓的未批先见 没办理规划许可 和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就占用耕地挖湖造景 今天9月初 资源罪援部通报的 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里 这些都有活生生的案例 在这些案子中 毫无疑问 身处其中的 抱着一点侥幸心理 觉得这吃一点 那亏一点 在总的耕地面积大盘子里 算不了什么 但这样的耕地隐性流失 积少成多 很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是为啥 我们要把耕地保护 上升到一把手的责任高度 就是为了让这些地方 都对这条红线能保持敬畏 对耕地流失的问题 时刻敲响警钟 老华说 但存方寸地流于子孙羹 但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 可不能是方寸地 而应是大片的良田沃土 只有这样 中国嘛 才能真正牢牢端在中国人 自己手里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 拜拜